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投资,掌握核心的营销技术,再配合自己的眼光去投资,能够最大化的降低投资风险,提升投资回报。 Travis在演讲中讲了几个投资的观点,我觉得挺有道理。 The greatest losses result not from buying quality at an excessively high price, but from buying low quality at a price that seems good value. 意思就是不要贪便宜去买一些低质量的东西,而是购买高质量的东西,即便这个东西比较贵,这个我是深有感触的。 读初中的时候喜欢买街边的背包,可能就几十块,但是背不到几个星期不是生锈就是脱皮。 但是后来买了一个Larco Q Sportif的背包后,我用到了大学毕业都没用坏,其实这无形中省下了不少的开销浪费。 其实它这里讲的更多的是Affiliate的投资,大家都知道便宜的肯定有它便宜的道理。 购买的Affiliate Site,可能现在Traffic还不错,但是可能是用了TBN或者其他手段做起来的。 很可能你买回来之后的几个月能收回一些钱,但是过几个月网站流量下降,你的收益就会直线下降。 Knowing what you are the best, and ignore everything else,就是说,你要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他举例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技术男,可能自己的生活圈子就是零食,游戏这些东西。 但是,如果他收购了一个money board,就是亲子类的博客,他是不可能经营的下去的。 因为他的擅长点并不在这里,做自己擅长的领域非常重要。 比如之前Danny R开代运营公司一样,真的是Facebook广告投放,Influencer Marketing,AdWords投放,Web Development,SEO。 Kour没有一个没做过的,做的事情太杂,反而难以成功。 所以后来我砍掉了大量的业务线,只做自己擅长的SEO Training and Link Building Services。 现在过的比之前滋润多了,其他的观点就没记得太多了。 这里他推荐了三本书,我觉得大家英文能力不错的,可以考虑买来看看。 第一本,Fulled by Randomness 作者, Nelson Nicholas Tlub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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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事风险研究工作20多年,之后成为专职研究者和学者。 专门研究带有偶然性、运气和概率的实际和哲学问题。 第二本,Angel 作者, Jason Klotan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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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科技领域的创业者,也是天使投资人。 他曾经以25,000美金投资一家名为Sequel World Capital的公司, 后来这笔投资到现在已经价值1亿美金。 第三本,The Snowball 作者,巴菲特巴菲特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我就不做重复的介绍了。 第三位嘉宾,make你们演讲主题,YouTube Mastery, How to leverage the fastest growing traffic source on the planet YouTube, 现在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很火。 所以本次大会也邀请到了一位做YouTube频道的大咖,来分享下如何运营YouTube频道来提升自己的流量。 本次分享主要是讲了如何优化你的YouTube Channel,了解YouTube的Ranking Factor等等。 不过,Daniel觉得来来去去还是那些内容。 我按照自己的经验给大家整理一下YouTube的内容。 首先,要做YouTube,你也需要去调研它的关键词。 Ref工具是有调研YouTube关键词搜索流量的功能。 确定好关键词和主题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视频了。 优化视频的时候,记得把关键词设置到Title。 第一段描述里,Title保持在50个字节就可以了。 相关的Tag可以设置下,但对排名的作用不是特别大。 有点类似网站的Meter Keyword标签。 CTL依旧有效,YouTube会评估每个Session的观看时长。 如果你的视频更吸引人,那么你的视频将会得到更多的曝光。 其次,可以通过EDM等方式去推广你的YouTube新视频。 让视频拥有更多的原生数据,并且频道要保持一定的更新频率。 其实这些Bride and Dean之前都有做过,而且做的都还不错。 最最重要的还是视频的内容。 如果内容不吸引人,其他的工作都是多余的。 Nake这次讲的内容有点枯燥,很多人都玩手机去了。 谢谢你,所以这里就不再续讲了。 Tun爱多少钱。 3、2、1、星期里的敏这。 这是基本上车 Imagcin点一个人和某个上班 Pass. 就是 deficpielt些把,但是后 elas都凶致了句话。 のは我们瓜子 partners才是否 infant文ask西。 我第一个人有这个 Farce是每个人心划不 laughing。 第一个人行官方说些什么?